我是07号,是个机器人 本视频为大家解密 可爱的安娜 也就是你们的安娜姐姐 背后不为人知的秘密 说起安娜姐姐呢 相信大家可能比我007号还要熟悉她 因为大家都知道 安娜姐姐的声音特别的好听 而且还是特别的温柔 经常和小冬一起双排打游戏 游戏氛围开心且快乐 时不时在视频中还有很多骚操作 吸引了无数小伙伴的喜爱 可是你知道吗 一开始的安娜并不是做实际视频的 我们回到2018年的1月23号 那时候安娜姐姐上传了一个视频 是飞车手游的视频 没想到吧 安娜姐姐竟然是个老司机 而且还是在飞车手游里的 经常带着粉丝一起去开车 特别的温馨 可是随着时间的推移 安娜开始接触实际手游 一开始和大部分的视频冲作者一样 视频上没有人看 单调且没有什么太大的意思 于是乎安娜姐姐开始常做去创新 研究新的视频风格 最后选择了一唱一和的视频形式 就是安娜姐姐和小冬互相对话 然后做成了游戏视频 因为小冬的声音 有点像那个蜡笔小鑫 特别的可爱 再配上安娜姐姐温柔的声音 至此那视频爆火圈网 直到现在呢 热度也是丝毫未见 而后在2019年的5月22号 安娜姐姐也是成功获得了 百万粉丝创作奖 这是一份至高无上的荣誉 是对一名游戏创作者最大的认同 同样呢 这份荣誉也离不开每个粉丝的支持 现在的安娜 视频部分量都是过百万 可以说每个视频都是爆火 粉丝呢 也是来到了1590多万 牛啊 厉害啊 所以说 这样优秀的视频创作者 谁不爱呢 如果你也喜欢安娜姐姐 记得在评论区扣个爱安娜姐姐哦 好了好了 我是零七号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